大家好 我是刀刀鹏 今天这期节目啊 咱聊点特殊的啊 从杨汉森要不要去NBA选秀这件事聊起 可能有的观众的纳闷 你不是聊音乐的吗 你爱着人篮球哪根筋疼了 哎 其实啊 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这话题首先说已经过了那热乎气 杨汉森都已经说不去 其次呢 在篮球这个话题上 我其实跟咱广大观众朋友们是一样的 我也就是一普通观众啊 就是一看客 但是啊 这件事的发生 就突然触动了我 作为一个老师的那根神经 所以呢 就让我引发了很多的感想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这件事情所给我带来的这些感想 这个事其实我第一次听说呢 是这么一个消息 就说NBA有球探 来看杨汉森打球的 想觉得呢 他有机会 上那边选个选秀去 但是呢 杨汉森呢 决定不去 为什么呢 一是因为球队不上 二是觉得自己没准备好 你说这个球队让不让他去啊 这肯定是任何人的个人 咱影响不了 但是呢 他说自己没准备好 哎呀 就这事吧 突然就触到了我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因为我觉得哈 就做一个职业选手 当你遇到这样一个机会的时候 他就没有一个什么叫准备准备好的 这么一说 就是你该不该拿出你最大的实力 然后你就硬着头皮上 大家经常说文体不分家 其实我这事也特别有感受 确实我们这两个职业之间呀 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稍微跟大家呢 分享一下我自己遇到的类似的经历 比如说有一次跟一个职业将军团演协斗曲 本来呢 邀请的是我老师 结果呢 他去不了 就把这个机会呢 推给我了 但是他告诉我的时间其实挺晚的 我从拿到谱子到能上台 一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对准备一个20多分钟的协奏曲来说 这是一个极短的时间 那你遇到这机会你上不上 再比如说 我当时进百老汇的时候 纯偶然的一个机会 人就是突然缺少一个 能会打中国打阙的一个演员 然后也是问到我另外一个老师了 我另外一个老师推荐完了以后 人问我24小时之内 必须给答复 答复完了以后 如果你说去 一周之内必须到场排练 俩眼一摸黑 从来我没准备过 遇到这个机会 我要不要去 还有一次 我拿到了一个就是 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一个音乐学院 的一个教职的面试 我是最后决赛那四个人之一 他通知我时候也特晚 让我在三周之内 准备一场 我力所能及的最好的音乐会 然后我还拿这个音乐会 去跟其他世界级的这个 打队的这些演员去拼见 同时 我准备音乐会的时候 不能脱产 我日常该工作工作 该生活生活 那么我这三周 准备这么匆忙 准备一个音乐会 有这个机会 我要不要去 所以我一看 他这说自己 没准备好 我就特别的来气 尤其是在篮球圈 就让我联想到的 前几年的周期 还在火箭打球的时候 有一次教练让他上场 然后发挥也特别不好 好像还传球 传到自己队友的身上去了 要不就是队友 传到他身上了 然后下了以后 记者就采访他 说说你这什么感受 然后周期当时就说 我就没准备好 我就没想着 教练要让我上场 我当时听见这新闻 就给我气了 我说你干嘛去了 你打篮球去了 教练让你上场 你没准备好 不行 我先传稿劲了 我确实是生气 因为我觉得 无论是对于周期也好 对于杨汉森也好 对于我们这样的行业的人来说 这样的机会 实话说 少之又少 你有可能现在错过这个机会 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相反 你有可能抓住这一个机会 顺藤窝窝 你就能摸出好多个不同的机会 有可能在很多细小的节点上 因为一个选择 因为你一个敢不敢 就能对你今后的职业生涯 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 那么当你遇到这样的机会 你是想着 我需要完全准备好了再去 还是我无论如何 我都要尽我的所能拼一把 我现在就要去呢 当然了 现在大家公认的现实情况是 杨汉森以他现有的水平 即使是去了NBA 也得不到什么太多的上场机会 大概率 要么就是被下放到发展联盟 要么您就是在饮水机边上 做这个看饮水机的 所以呢 其实大家主要争论的就是 如果你想在NBA立足 想去拼一把 那你是应该在CBA的这个赛场上 国内赛场上 先完全准备好 自己使劲努力练 统治了CBA 再去拼那个机会 还是说你现在就硬着头皮 去NBA里边准备 去那打磨自己 争取捞掉一个机会 我先给我做一个球迷的结论 我觉得如果要是能被选上 有这个机会的话 最好还是现在去 你最终不是想准备好吗 对吧 那么在面临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NBA和CBA的条件 差别是巨大的 首先你从这个教练 整体水平上 这教练可不是光说 指导你上场怎么打球 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事 包括你比如体能怎么练 包括你的健康怎么保持 包括你运动完了以后怎么恢复 你的日常饮食应该怎么安排 然后你的什么技术动作 然后你的战术什么理念等等 全方位的 我觉得咱应该可以能看到 CBA和NBA教练的这个差距 对吧 那么帮你准备的这个整个的团队 它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再说两边准备的一个整体的氛围 整体的环境 尤其是说做一个职业选手 他的职业度 你比如说你自己的这个职业规范 对吧 你比如国内 像易建联这么对自己严格要求的 少之又少 但是像NBA可能对自己严格要求的 职业比较自律的 那就非常的多 因为NBA你体格好的人太多了 你不职业不自律 你就很有可能被淘汰 所以能留下的人 大概率还是比较自律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的整体环境比较好 对吧 你这个人在那 你就容易像打了鸡血似的 你再举个例子 比如像吴磊 踢完了这个足球的 踢完了西椅 说采访他说回中超 从西椅啊 还不是西甲 从西椅回中超 说横不得溜达着 溜着弯就能把这球都踢好了 那您说这差距有多大 我相信 CBA和NBA篮球上的差距 至少也是这么大吧 那么为什么 吴磊他们采访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观点表达呢 其实最根本的 还是国内联赛 CBA的强度低 整体水平 什么对抗度 都要低很多 咱甭说跟那个NBA的 正式比赛比了 您说跟NBA发展联盟比 CBA比得了吗 咱们国家队又不是没去 打过人家夏季联赛 对吧 再退一步说 你说跟NCA就是人家那个大学体育联盟的那个水平 你那个强度 你有的比吗 咱也打过呀 所以呢 你说你就在CBA练 你你使劲练 你能练成啥样 对吧 你去了NBA练 你是你哪怕你下放到你发展联盟 你在下发展联盟 你可能没打出来 但是你在发展联盟的强度 你打一年 我相信你在回CBA 你想统治 可能度都要比你一直在CBA练 想统治CBA 可能度都要大一点 而且啊 咱还得再说一个现实啊 其实也不光是什么篮球足球这种的 就只要是中国不是强势的那些体育项目 包括文体 其实都算下 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 能有机会去到一个更高的平台 尽量越早去越好 19岁可能是最佳时间点的那最后一条线了 你要是过了这条线再去 除非你拥有像姚明那种超级的那种天赋 否则的话 你再想发展出来 你再想向世界水平再去冲击 那就非常非常难了 这个事儿 其实在我们音乐圈也是被验证过的啊 就你比如说看世界上各种大赛啊 您要有12岁以下年龄组的 那中国统治级的 恨不得前十名里咱里占八个 您要是说18岁以下的青少年组 那咱就是好成绩频出 偶尔还能有非常亮眼的成绩 但是咱在到了18岁以上 成人那级别的 职业专业那级别的 那咱就越来越凤毛临角了 为啥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咱们呀 开始的早 您就想吧 外国那些还在撒尿活泥的时候 咱各种班全爆满了 周六周日全给安排上 而且呢 我比较了解音乐这个教育啊 就咱音乐教育上面 但凡是想搞专业的 或者什么想搞这个竞赛的什么的 越早上那些大曲子 男曲子 哎 他就越早容易出成绩 然后家长一高兴 你这个学员这个就能接着学 老师也高兴 所以咱们的逻辑是这么一个逻辑 但是呢 在这种培养模式的另外一面 反方向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能对一些 最职业上面有帮助的一些方面 关注和训练教导的相对要少得多 比如说怎么样保持一个孩子的职业性 包括你怎么自律啊 你有怎么样好的这个练琴的方法呀 你怎么能持续培养你对音乐的这个兴趣啊 还有当你遇到了这个大赛啊 或者很重要的这些场合的时候 怎么能调节你的心理 就是你的心理能不能够成熟 像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关心的很少 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世界级的选手 无论是文艺界的还是体育界的 这些方面都是一定必不可少的 他跟你的专业水平 不一定哪个更加的重要 因为您想 您就算专业水平再好 一到大赛您就紧张 您发挥不出来 一点又没有 而且呢 由于我们无论文体 这个体质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音乐上面有附中啊 体育呢 有很多的这个职业的体校 俱乐部都有梯队什么的 那么我们可能在十八九岁的时候 就容易达到一个 看起来水平已经相当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外国不一样 很多这个 尤其是文艺的 我们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附中 大多数孩子都从大一开始 老师从基本功再重新给你捋一遍 所以呢 当外国人看到一批十八九岁的孩子的时候 一看中国这起了这一波 我去十八九了 都已经这水平了 那以后前途无量啊 所以越是这个时候 其实他看重的不是你现有的水平 哪怕你现在是水平你很高了啊 他对你最大的评估是你未来的潜力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就是你在同龄当中 既有高水平 又同时会容易被这边高水平的体系所青睐的黄金时间点 你这时候不过来 啥时候过来 这事呢 如果咱要是再换一个角度想啊 咱把中美调个个 比如说中国的乒乓球 那那那绝对的霸主地位 绝对的优势项目 对吧 那你比如现在有一个纯美国小孩 您设想一下啊 他是在美国 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打到二十二三岁 成了美国的冠军 然后再来中国训练 有可能达到世界顶级水准 还是说美国的这个小孩 从小就来中国 跟着中国平超的这个教练来练 跟着中国的这些平超的这个队员 一起来打比赛 一起来竞争 那您觉得这两种发展模式 作为一个美国小孩 谁更有可能冲击一下 乒乓球的世界一流水准呢 当然了 这个事说到底呢 我们也不能由此来道德绑架 或者来要求任何人必须做什么 就是这个他只是我做一个音乐教师 由于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殊性 和体育行业的这个相关相似性 我由此发出的感慨 但是如我节目意义惯之的 就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点上 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 你只要没妨碍他人 都是这个人的自由 他怎么决定都行 只不过呢 我作为一个老师 这个职业属性啊 造成的啊 就我一看到这个年轻一点的学生 我就想方设法的 就想让他好啊 所以我今天呢 也是纯粹的有感而发 您啊当听成一乐就完了 好 那这期刀刀风凉音乐 就先跟您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您订阅分享 评论点赞 也欢迎您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